你好 發明網號告訴你 YouTube發明網號 今次很神請神 神到根本上你 因為豉油以前我用的時候 其實用一份浪費一份 真的浪費的 如果我的嘴巴砸完之後 將豉油抖出來的時候 這裡弄我眼睛睛 不得了 我抖了之後來看 我示範自己吃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就是這樣 然後你用一隻雷的字 抖一個長條 看你的嘴巴又多大 嘴巴小的當然用小的方法 抖一隻長條 對不對 有些時候它需要兩個了 我知道了 因為它的嘴巴不一樣 所以要兩條 對呀 它的設計不一樣 加兩條 加兩條 因為當你插在裡面的時候 它的嘴巴很大 所以插在裡面的時候 它有一條就高 就是要兩條 有兩條 有兩條 有兩條的口粥 其實因為沒有設計的瓶 好像這個麻油瓶 也不一樣 這個瓶也不一樣 這個瓶也不一樣 就是嘴巴 所以你要看它的嘴巴 所以你用豆叉的方法 就是這個標準 怎麼用呢 當東西插得太多 的時候 用這個東西 腳上一點點 其他鬆一點點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自殺不一樣 大小不一樣 所以一跳就高了 這個要兩條 這個要兩條 因為它特別不大 那我做好 我就示範給你看看 你看 至少這裡 可能設計的瓶 可以正到最小 如果它高一點點 你按一下一點點 如果太高 用這個東西 叫鬆一點點 就是這麼簡單 我教你這麼做 每一個瓶 的瓶是瓶的 就是用這個方法 是狠一扇 不會漏出來 所以你抖出一個瓶 就是麻煩 放肥之間 所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瓶子的方法 可以省一點點 因為你說 有一點點漏 當然 因為你一個瓶的設計 出口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用到兩個 這個一個就夠了 所以就變成 要怎麼用 就是這麼簡單 用一條東西 用這條東西 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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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多一點點 塞進去 塞進去 有些沙是濃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醋 醋 令到這個油麵 它就會沸腐蝕 腐蝕就變得很麻煩 最後就醋不其用 就像這種 你看 插進去 有一段段 要怎麼搶 你可以搶一整整 握著你的手指 按著 手指 按著 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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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成果肯定 可能肯定 可能肯定 又會發後 這支用環 這支用環 所以我先打油它 然後這個 需要兩個 因為它的嘴巴很大 需要兩個 這個嘴巴很大 所以一條 鬆脫 也是做不得 所以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最後的了 非常好 我現在說時間 我撕上兩份的時間 雖然我準備一條 不夠用 我要準備兩條 搶一整 沒關係 搶一整 撕一整 撕一整 插進去就可以了 撕一整 插進去 剛剛好 還是撕一整 沒關係 再撕一整 再撕一整 因為我這裏是城市鎮 沒辦法 我撕它要重新來 因為這裏要良好 鬆脫 你撕它要怎麼變 這裏要兩條 兩條 你兩條加進去 先用一條 按住整理 多長 隨便 按住整理 撕一撕 按住整理 甚至是扭一扇 會是 穿一扇 搖一扇 也是搖一扇 也是搖一扇 搖一扇 搖一扇 再搖一扇 搖一扇 就是這樣 如果它很緊 你可以整掉一點點 然後鬆起來 不太方便 所以你加多一條 增進它 不要弄出來的這條 這個東西,這裏也是這樣 這樣扑著這裏 令它不要容易兩條卡住它 不要容易弄出來了 然後呢,這裏 我沒有準備,沒關係啦 整了啦,暫時沒有整 沒關係啦,封住口 拍真處,OK啦 不過我用豉油的時候,你摔一下 嘴巴好乾淨啦 所以每一瓶的豉油是滴沙咕 所以你用這個方法呢 兩條,其實我只是想做 應該兩條比較安全 一條不夠安全 看你,可能這個豉油 沒辦法用兩條 用兩條,兩條比較安全 你看,流出來,跟上人玩味 你看,沒有弄到豉油啊 不要浪費啊,用兩條 所以你說,趁趁趁趕發生的 用兩條比較安全 為什麼我用這個方法呢 你可以用馬油 什麼油都可以 看冬,你知也知道 用兩條,一定用兩條 我現在想到用兩條 我想分叉,不要緊的 容易衝出來 所以你看,做東西趁趁趁發生的 所以,你看,這個方法是忍神使用 還有,不用用這條 硬硬硬的增台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如果你沒有這個設計 沒有這個設計 根本上就很硬硬的 因為,用它很淨的 推上一點的東西 其實,越淨越好 淨呢,令到它容易爆出來 不會弄得硬硬硬 應該淨得比較好 你看啦 OK,拜拜 拜拜